2016年1月30日下午 深圳市蹦乐园跳床公园 迎来了农历年到来之前最火爆的蹦床秀 偌大的蹦床秀场地中 既有玩得火热朝天的孩子们 也有前来运动减压的成年人 也有以追求高难度动作目标的专业人士 滑光灯下大家合着DJ富有运动的节拍 或攀爬或跳跃这一刻 时间的概念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 大家都沉溺在蹦床的世界里 徜徉在腾空的快乐和喜悦中 蹦乐园是一个与蹦床主题的专业的一个游乐园 我们现在的一些设备有一个叫自由蹦跳区 然后躲避球区 对抗球区 还有踢墙 还有攀岩等等 那么我们的蹦床是适合于 三岁到五十岁的所有的受众群体 但是它绝大部分对小孩子有很多好处 那么第一就是有利于它的肌肉的增强 第二个是有利于骨骼的一个生长 还有一个由于它在不断的蹦跳 所以它对它的肠胃肠道的蠕动是有帮助的 有利于消化 那么还有一个是它对于小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是有好处的 对于喜欢跑酷的人来说 它是对跑酷是一种辅助的一种训练的方式 对于白领它可以去减压 对于那些想减肥素生的女性朋友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在英国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风靡的一种减肥素生的方式 感谢观看